和米中心路里段以前是做切到港町 让原本就已经没啥好景的路边减得不好咯 现在切到港町总算是完工 最后路边中坡港町也开始来进行 未来将有一条北村好景的路 让大家来修用 四天记忆当地中心路里段跑渡已经破顺的点到路边 当地新增里长王熙纯标识 中心路里段这段路边虽然最快中坡 但却因为欧宫山那才是新建港町 地书路边有受损 我们现在这条中心路四平这两侧的测锅完工 现在就先说路边跑渠 先说来有三双就疏通我们交通的拥挤 何必定名代表刺激家标识 经过正人嘴盖政策的策务 如今终胜完整 上人感谢管府也想到奥修德路的受损的总控 中心路四平外面这些 因为过期回去只要落雨 我们这些渠乎都会含大水 这次非常感谢我们 我们方位美国管长 以及我们理长 以及一些管府的水资处丹绘 以及管府的线道工程丹绘 对地方这次这年来照顾 总共相平的水高中微轻 让我们新政立立民 这边的住户这么不去淹大水 赐到非常感谢 因为这个滴落已经滴落了很多年 可以滴落来跟我们完成 让地方可以这样 不要受到这个饮水 这个赐灾 非常感谢我们 方管长和我们地方民事台 对地方的照顾 中华馆的完林更人表悉 这次切到工程开了千多万 时间期间又发现一些总控 这都让大家欢乐工程的平静 以因此要求管府追逐出 一定要做好感动 不要做成酒米饮充的困料 让官府的美意打资 让河米和国道3号的主要桌楼 两边的测锅 都一定会常常吃水 在我们理论和代表的建议志 我们管府 这次来到西港 在这里差不多200公斤 总共会差不多1200万 这里到工期 本来是百里港贏 但是因为中央的火锅 和三边的交通量太多了 所以在这里的工期 这次差不多要几十年了 两边的厕锅都已经做好了 现在先按路不用拋除 就水又泡AC下去 所以在这两天后 我们在这里出入的八十年 就可以有一条好的品质的保有路了 管府水族图标是 以前这大堂楼 只要落大火都会吃水 这个水神积的 已经在面体里面 让酒米免账是相当的困难 如今白水系统已经建设完了 也跟金玫瑰会比较大牌的小节 免账可以放心 新军华新闻礼品红合璧 彩虹伯德